强植性脊椎炎是以侵犯脊椎且累积患者的底洽关节 以及周围关节组织的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炎症病变 以脊柱僵硬直行为特征 对于患者而言,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治疗 是提升生活质量、改善育后的关键 而实际上传统的药物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随着再生医疗的发展,利用干细胞较强的增值和分化能力 医治后可在短时间内包围病造深处的病变细胞 随着细胞在体内进一步增值和分化 对受损细胞进行修复的同时 也可以激活体内休眠的细胞,逐渐恢复其相应功能 临床证明,强植性脊柱炎与自身免疫功能关系密切 免疫功能会出现明显紊乱,且出现各种组织损伤 干细胞移植是治疗强植性脊柱炎的理想选择 通过细胞移植治疗,能对患者失衡的免疫网络进行重建 使患者自身免疫功能得以长期缓解 脊关节组织